大家好,歡迎收看小明星,收看小明星,收看小明星. 現在做這樣子 水有少,應該也有 以後夏威葉上面會先長 它一長得旺盛的時候,你如果沒辦法 像小牙,剛長的時候你要快動 頂管這裡,要動 動完之後,雨嶺比較有 它被我們揭幹了,它要從這一片葉子旁邊會長出新芽 大概要三個禮拜 這三個禮拜的時間,剛好給它有機會長 現在問題是 你說春天的時候,不是你現在要怎麼樣 你聽我說話 所以這個就是 蓋很大的一個頂牙優勢 你沒有去抑制 導致下方的枝幹會枯萎 因為所有的養分都往上衝 還要撩一個捨棄 他自己會選擇 喔,食物本來就是 他很聰明 他要走就跳 他有分析師 的證照 可是我如果 撞在地上的就不會 會 老師這樣講好像得到答案 我就是上面 我今天一直在想說下面為什麼乾掉 如果你要底下長得很旺盛 上面的頂牙都一定 不管是撞在地上或撞在等 都要去抑制 抑制頂牙優勢以後 底下就會長得很強盛 但是上面的牙不是弄掉 你還要留葉子 懂嗎 就是說 他生出 可是像那個松樹這樣 五六支我們一定要 算啦 那個松樹 他那個有蠟燭心 蠟燭心到時候還可以截斷 截斷讓它分 我們就是那個 那個芯都不能留 那麼多支 對對對 我比喻一下好了 我找一支 這支給你們看 這上面的頂牙有沒有看到 只有長出幾片葉子 一二三四五 第五片葉子的時候 看一下喔 這個時候在上面所有的枝幹 如果剛長出這樣底下的牙 可能只有冒一點點牙 但是長不出來 如果你把它抑制了 就修正了 這樣抑制了以後 你一個禮拜內 看到那些牙點 開始變大 變大了以後呢 就開始會衝出來 如果你沒有抑制好的話 它衝不出來 那上面又讓它拉長了 你們都不整理 那牙就開始萎縮 那除了初春的時候 還有什麼時候要按那個 如果初春那個控制得很好 要吃夠了 以後的灌頂 修剪兩次 底下的第一層面 好 修兩次 底下再修一次 有些時候修剪三次 才會底下修剪一次而已 這樣的 好 所以要控制頂牙 它的強勢肢 要把它抑制下來 控制下來 然後底下才會很均衡的生長 那這種黃的是因為 更大的這個季節它要掉嗎 因為最近的氣候變化 還有你有可能 三不五時才澆水 才會這樣 不然新亞不會有黃葉 對不對 我講的 應該說澆水的方式也沒有差 因為我都是從這邊 OK啊 每天嗎 不一定 你是用倒的 不是用澆的 不是 要不然你會用澆的 用澆的 比較快 水湯拿過 像我拿過一張張澆下去 澆的 澆的 很快 好 比你在倒的 更快 因為我放在藝廠旁邊 放在藝廟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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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所以不能給他放 好有氣質 難道 好 游泡 睡覺 所以不能用水 睡覺 它像這樣子對不對 你要拿到室內 Candle 來很簡單 你用泡水的 泡下去以後上來對不對 傾斜,傾斜讓他的水滴滴滴滴,滴到不會滴的 拿進來放就不再滴水了 用這種方式 你要放到室內來的每一盆都用泡的 泡完傾斜,傾斜到滴滴滴,你看他滴的到這樣的速度的時候 你把它回正,那就不滴了 為什麼要用泡的? 你一泡下去所有的土壤跟根系 全部一次性都能吸收到水滴 你用在這邊倒水的 有一些根比較慢的,走到這裡而已 你倒在旁邊,它沒吃到 有這個疑慮 那我現在要... 現在所有的都剪到剩兩個點 往內剪到剩兩個點 對,現在 那不就跟剛才那個... 對,那個方式一樣 還老 還老,一定會老 這還要放嗎? 沒關係,好,停手了 其實我們功力夠了以後 打魚沒關係,改造型 好,回去你剪這一顆 好,等一下 好,等一下 那麼,請這邊 我們要用一顆劑25 我們要用一顆,一定會 封哪個